有份申請新免費電視牌照的有線寬頻主席吳天凱 在公司股東會後說有線組在兩年半前已經提出申請 而國安官局也在一年前向行政會議提交報告 但新牌照至今還未批出 吳天凱說不選擇政府遲遲不發牌的原因 但希望政府訂立清晰的發牌時間表和程序 讓事情有始有終 他強調有線電視沒有考慮採取法律行動 至於亞洲電視執行董事盛品如就認為 政府有需要為免費電視牌照再諮詢各個持分者 盛品如批評現時收費電視 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時候過程較簡單 逐牌事的承諾和投資額度都較少 對現時免費電視台不公平 對於亞視和有線先後提出重新諮詢公眾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說 行政會議正審議申發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 如果按程序處理而進度良好 應該可以在現屆政府任期內 完成新增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 香港文電視記者廖正文報導 詞文放電視牌照 詞文放電視壁